说起巴黎时装周Paris Fashion Week 这可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时尚聚会 它几乎是全球时尚界的盛世 吸引着无数明星、设计师和时尚爱好者的目光 这次我们的视线被两位独树一致的中国明星杨超越和孙谦吸引 他们选择了一身纯黑的长袍亮相巴黎世家Balanceyaga的大秀 让人不由自主的关注 黑色长袍的独特魅力首先得说 纯黑色的长袍在众多花哨的时装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黑色作为一个永恒的经典色彩 总能给人带来一种神秘、优雅而又不失力量的感觉 而长袍的设计又给这种神秘感增添了几分古典的韵味 杨超越和孙谦的这种着装选择 无疑展示了他们独到的时尚触觉和对个人风格的坚持 不仅仅是时尚的选择穿上纯黑长袍参加巴黎世家的大秀 杨超越和孙谦的这个选择背后 不仅仅是时尚的知求 巴黎世家以其前卫的设计和独特的时尚观念而闻名于世 而黑色长袍的选择 似乎也在无声地表达着对品牌精神的认同和致敬 纯黑色的长袍在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秀场中显得尤为特别 它既融合了品牌的前卫精神 又展现了东方美学的独特魅力 东方美学与西方时尚的融合当然 作为中国明星杨超越和孙谦的这种着装选择 还体现了东方美学与西方时尚的完美融合 黑色长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悠久的历史 它象征着庄重优雅和内敛的美 将这样一件充满东方传统文化象征的服饰 带到国际时尚的舞台上 不仅展示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也表达了一种跨文化的自信和开放 节语时尚的力量总的来说 杨超越和孙谦这次在巴黎时装周上的亮相 不仅仅是时尚的选择 更是一种文化的表达和自我风格的坚持 他们用一身简约而不是风格的纯黑长袍 向世界展示了东方女性的独特魅力和时尚态度 这样的选择不仅仅好看 更是充满了深意和力量 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 时尚已经不仅仅是依附的选择 它成为了文化交流的一种方式 一种个人表达的语言 杨超越和孙谦的选择 正是这种时代精神的最好体现